这款帅气又酷管的头发如果你不会客户不打死你胡子哥来教你 首先我们的分区分前后上下爱分区 然后从侧部开始水平的分区长度控制在一个数字里一半 然后切口呢是随着头型将所有头发往头顶上面去提拉 修剪去除重量然后再把底线订出来 底线订完以后呢中间一定会有多余的长度 然后我们再去垂直分区从下面开始往上去连接修剪一个堆积 然后转角以前的头发是一片再一片 转角以后的话将所有头发全部都是转角 然后再斜向的分区进行交叉去修剪出多余的杂质的头发 完成以后后部我们取垂直分区一点放射 采用一片带一片与下部的头发进行不连接 重量控制在整部以下 顶区我们拿后部的头发作为引导线 切口要随着头型不断的去移动 这样子我们会得到一个圆形的切口 侧部的位置会比较长 再垂直分区去除下面多余的长度 一片带一片 牛海位置呢会有一个角 再取斜向的后的分区进行去角 一直去到矮后点结束 另一则采用相同的方法 这是最后完成后的效果 你们学会了吗 关注胡子哥 简发不翻车